哈喽兄弟们 欢迎来到刘哥魔玩空间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拆包分享视频 主角就是眼前的这款 来自万代圣斗士圣衣黄极的射手座 新史 那么这款黄极射手实际上我两年多以前 已经做过视频了 喜欢看的迷友的话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又要做这个视频呢 原因是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 哈哈 我呢又买了一个 没错 双入了 作为一个人型也好 包括他圣衣形态那么漂亮 只取其中一个真的是太纠结了 所以说为了解除我的纠结 再买一个才是王道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当初我从涛哥那边买回来的是一个散装的版本 他没有外包装 作为黄极系列 外包装也是极其的霸气啊 所以说今天我准备重新介绍他的外包装 至于价格方面 比AMP10贵个一两百块钱是一个二手的啊 反正没有超过五百块对吧 首先盒子方面非常巨大 跟黄旗海皇是一样大 到底是有多大呢 毕竟是12寸的高度 你看 32公分左右肯定是有的 整个正面就是我们的星矢 非常帅气的一个样子 背后呢是12星座的一个 类似于火钟样的这个圆盘 底下写的圣斗士星矢圣斗士 圣衣黄极 然后射手座星矢班代 这个很高大上很高大上 真的很高大上 玩多了那种 就是18公分的 玩玩这个你看 12寸的对不对 那这边呢 不好意思能看得到我的人 哈喽 嗨兄弟们你们好 那这边就是一个星矢的这个峰会了 然后呢整个背面可以看到 内容物方面就是你看 可以拼成圣衣形态 非常霸气 然后呢这边是人形 还有底上的四张脸 然后呢最后一个东西 我看了是比较的难受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12星座的圣衣箱 他这边射手座变黑了 我相信当初万代肯定是有想法的 是把这个12星座全部都做成12寸的 结果没有想到做到黄级海黄之后 就烂尾了 12寸可能在大家心目中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你看12黄金圣斗士 才是我们最喜欢的嘛 相信如果全部做出来 也不见得没有人买对不对 我反正是肯定会买希望万代 到时候能够重新的重启一下好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封套先给它拆掉 那么在内包方面呢 是一个尺寸超级巨大的烫金盒子 上面有我们的新史的一些峰会 我个人感觉当初万代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烫金的颜色 肯定是有像黄金圣衣箱致敬的这样一个元素在 与其这个样子还不如全部都做成类似于射手座的这个圣衣箱啊 加上两个背带的话 完全可以背在背后装逼来用 那个就更高大上了 接下来我们来把它拆包一下 这款玩具我是在咸鱼上面买的 还没有拆过包 但是我已经点击确认付款了 我就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个买家 希望这个兄弟啊 千万不要坑我好吧 来来来来 好久没有做这种非常纯粹的把玩拆包分享视频了 对不对 来打开来 可以看到内容物方面 它是有这种好像是四层啊 哇塞你看 第一层 然后呢 第二层 对吧 越来越薄 第三层 还有一个是非常薄的这个样子 它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像是礼盒 或者说像是球鞋盒子一样的这样子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拆包看一下 首先第一盒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最薄的 我相信应该是翅膀吧 不然怎么会单独来装呢 对不对 哎呀 哎 不是啊 说明书 哦 释放它圣衣底下的那个大理石的石板 加上这个支柱的地方 就是大理石的这个罗马柱啊 哦原来是这个东西了 我搞错了 sorry 所以说就是没有这个包装我不知道嘛 这个是第一层的内容物了 第二层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看这个厚度应该是放素体吧 不要让我全部都猜错好不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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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的星矢的素体 包括它的这个替换的呐喊的脸 还有它的全部的圣衣的部分 这个还是猜对了 第三个盒子越来越厚了 而这个重量方面非常轻 我猜测过去应该是翅膀吧 应该是翅膀这么轻 哇翅膀放了一个 哇塞 哇你们看一下啊 看看我的手啊 好吧 看看这个翅膀 看看这个翅膀 牛逼啊这款玩具为什么要双入 就是因为它圣衣形态太棒了 我必须要摆个圣衣形态啊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最后一个最后的一层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就是其他的一些圣衣部件 包括这个啊圣衣支架的部分了 哦果然如此 哎反了 sorry 你看这个胸甲裙甲 包括艾奥利亚 它的这个替换脸两张 但是呢这次这个黄级射手艾奥利亚 完全是一个赠品 做得比较糟糕一点 底下全部透明的支架 所有的内容物 我终于在这一期视频 才把它给亮出向来 之前的话呢 完全是不知道 它是这么包装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把它拼成 它的圣衣形态看一下吧 我终于在这一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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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这款黄级射手的圣衣形态就已经全部都拼装完成了此时此刻兄弟们看到这么霸气的圣衣形态能不能够刷一波弹幕66666或者是啪啪啪啪啪送给这款玩具好吧 虽然说我之前已经做过视频 我也把玩过了 也都已经鉴赏过了 但是今天我又把它拼出来之后 那种感觉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很多人都说圣衣神话 它并不是一个玩具 它是一个类似于收藏级别很高的一个那种收藏品 但是你对比黄级 我个人来说 还是差距很大的 你们就看看这个东西 你看 放在柜子里头 灯光一照一下 简直了 连什么神皇精系列的圣衣形态都比不过 我们经常都说普京好像被神皇精的圣衣形态给压过去了 但是你看看这一款 哇 这个我绝对 我准备要再做一个柜子 就为了供这个东西 我准备要再做一个柜子 然后高高的把它放在上面 全部都一字排开 然后灯光照一下 这个绝对是正宅的神物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圣衣形态 它有很多的 我觉得是创举 或者说是只有黄级能够做得到的 首先就是它的圣衣支架 你们看到了吧 都是透明的 第二个它由于是那种塑料的组合式的拼装 所以说这些部分 前脚的部分 全部都是由上臂甲 外面这一层扒下来来扣上去的 这一点的话就不是假的支架了 它全部都是真实的圣衣拼装上去的 这边是后腿大腿的部分 这边你看是两个肩甲跟后裙甲 全部都拼在一起 你几乎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的支架的裸露的部分 因为它的支架全部都已经是透明的了 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应该算得上是最接近动画 或者是最接近漫画的原射的一个圣衣组合的 因为它的支架几乎是隐藏的 好像是真实的拼在一起 那么这一对大翅膀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这个横幅应该来说是要比原射要大很多 黄极就是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说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很可惜黄极已经烂尾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坑给填满 如果能填满的话 我肯定是每一款都会买的 接着我再拿出我之前从涛哥那边购买的 黄极射手新史 现在终于双形态完成了 你看这边人形 这边圣衣形态 不得不说其实这款玩具真的应该摆它的圣衣形态 这个人形的话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傻 还有它这个翅膀 如果没有借助后面的这个透明支架的话 是非常难去全部的摊开的 因为它实在太重了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的人形都是这个样子摆放 稍微低调一点 圣衣形态必须要全部都给展开 这样子的话呢 我感觉我今天真的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最后我再拿出我的黄极海黄 大家会发现我的黄极系列都已经双形态了 在这边呢 非常感谢一位叫做奥斯卡小屌人的迷友 他把他的黄极海黄赠送给我一套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动起了双入的念头 因为黄极系列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而且呢就只出了两款 想要双入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今天我终于达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两个都是双形态 希望兄弟们赠送一波 来来来啪啪啪啪或者是6666的弹幕 赠送给奥斯卡小屌人 同时也赠送给这个黄极系列 因为实在是太优秀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系列 不知道万代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系列继续出下去 我相信12寸的圣斗士还是有市场的 而且这种收藏级别的玩具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的 玩惯了18公分的 玩玩这种收藏级别的比较高逼格的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OK兄弟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就是这个 刘哥魔王 搜索刘哥魔王 关注我的微博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来私信我 我都会回复的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